在专业的训练之外呢 我们在人文的部分 非常期待同学要莫忘初衷 既然来到这个社会 出生在台湾 请你好好的爱这块土地 好好的贡献这块土地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黄斌 我目前是高雄医学大学 生命科学院生物医学 即环境生物学系 也就是过去我们讲的生物系的系主任 我目前主要是着重在于 心血管的老化 立腺体的移植 然后主要是在做一些 调控细胞老化 或者是排细胞的细胞周期 等等这部分的研究 其实我在读屏东高中的时候 我本身是理工组 我并没有读过生物 在大学联考上面的成绩 并不是那么理想 我就想说赶快再考一个三专 那时候一个三专的体制 多考了一个生物 那我记得当初生物考了 只有可能15分吧 那时候就想说继续升学 就这样子也参加了全国三专的原招 录取到了屏东农业专科学校的农艺科 事实上当初会录取到这个科 我本人也是非常的亚裔啦 那也就我们俗称的 未来就是要走农夫这一条路 那所以我记得第一堂课 老师就要我们到屏东科技大学 当时他还非常的荒凉 只有几个货柜屋然后有一些学生实习的田 第一堂课就是老师请我们到田里打开货柜屋 一个人发一只锄头 跨了一块地说这个就是你负责的农地 我本身在生物的经验非常的少 所以当时对农业特别是生物这一块真的完全都不会 后来呢发现到第一学期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特别有一个植物生理学 差点要被当掉 那时候我蛮感谢的一个古弥轩教授 我就跟他发誓说 你只要让我过 然后我未来再修你的课的话 我一定会拿90分以上 那当然老师也非常kind的就给我通过了 那后来呢我就想 一个理工的学生 如何在生物以及农业领域有所发挥呢 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我干脆加入实验室 利用实验室的实作来达到我在课本上知识的吸收 在加入实验室之后呢 对于农业甚至对于植物生理 对于这一些生物方面的相关知识 我的兴趣就慢慢被诱导起来了 所以后来他要再考二纪 再重新参加联考一次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成绩是全国第十名 然后我又回到我们这个时候 已经农艺跟园艺合并的一个新的科系 再度修到这一位谷明轩教授的作物生理学 我也完成我当时的承诺 这一堂课我成绩是93分 所以当你对这个科目很不熟悉的时候 人生很茫茫然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进入实验室 可以有很多你的学长姐帮你 甚至那时候呢 我就继续升学去参加了硕士班的考试 到了台大植物研究所 顺利的读完硕士以及博士 拿到植物学的博士 当初进入实验室 第一个种植的植物就是中麻 它本身是井葵科的 长得瘦瘦高高的 其实有点像是甘蔗啦 它的皮的纤维做成纸浆 是高级纸浆 就是专门在做钞票 在那个时候 毕竟是一个开放性的田 有一次非常多的刺心春象 全部都在吃中麻的幼苗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用手去把刺心春象给拨一拨 从农田回到宿舍 五分钟而已吧 结果我全身就徐麻疹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在那时候我突然才想到 如果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基因的方法 让我们生物之间有一些空间可以共同生存的话 事实上我们不一定要去喷农药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刺心春象被惊吓 分明一些刺激物造成我过敏 还是当时也有在操作农药而造成过敏 但是至少会让我感觉到说 农药能够不要用 那也许我们就尽量减少它的用量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后来到台大的时候 接触一部分的基因改造的resinale 话说回来 我大概在高中那时候 自己其实就蛮羡慕当大学教授这样的一个职业 所以我本身的职业规划 其实是蛮早就已经拟定了 只是中间当然是非常的坎坷啦 我从屏东农专毕业 然后考上台大的时候啊 周围的同学可能很多是来自于其他国立大学 或者是本身台大的学生继续在读研究所的 非常的多样性 在一个读书的氛围底下 你也会受到感染 觉得说植物这一块真的是蛮有趣的 特别是那时候我在做基因改造的部分 就会去想说植物并没有绞 当环境淹水或台风来的时候 植物并不能够跑啊 它只能够默默地承受这些逆境 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子机制 来让这些植物可以抵抗 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对抗寒害 也就是低温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一直从硕士延伸到我博士 包含说这些荷尔蒙啊 它对于植物的生长发育 花期以及在未来农业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产期的调节等等 研究所得到的一些结果 事实上在产业界的应用 是可以非常的大 所以我在这一部分的收获是非常多的 我本身从植物的领域 一路跳到生物医学的领域 不会演啦 对理化目前我还是非常热衷 所以在生物医学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用量子的角度去讨论 所以我事实上也成立一个量子医学脸书社群 那我目前着重的实验室主题 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血管流体力学 那这个流体力学啊 它会让我们血管产生非常多的一些气体 一些保护因子特别是一氧化氮 可以对整个心血管的保护啊 有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血管流体力学是我的研究主题之一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做癌症的部分 那我本身是做立腺体的移植 目前在立腺体移植啊 去改变癌细胞的一些特性这一部分 是有一些突破 那这一部分的研究 算是比较先导型开发型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研究有所突破的时候 可以去逆转一些癌细胞的时候啊 那当然后续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血学 就是一个主流 第三个主题啊是冷冻复活的部分 跟中山大学的合作 也还是一个先导型的开发型的计划 两栖类的动物 例如说青蛙或蜥蜴 气温下降到零度的时候 它们会变成像冰棒一样 当它回问之后 开始恢复心跳那一剎那 我们开始就会利用蛋白质体学 试试在基因定序各种分子生物的工具 来找寻心脏本来是不跳的 后来重新又再跳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那再来呢 它有一个更大的主题 那叫移思蛋白质 这个移思就是遗忘了 不见了的意思 是一个人类蛋白质体学组织 全世界性的大合作议题 移思蛋白质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短暂表现之后 它就不见了 那这个蛋白质 永远你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目前利用一些方法学 特别是在胚胎的部分 高一团队立刻就找到 170个移思蛋白质 这是全世界目前速度最快的 那这些蛋白质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它在心脏发育过程出现了 发挥功能了 等到心脏发育完了 它就消失了 可以想像这个蛋白质 可能就跟心脏发育有关系 那如果一个老年人 心脏在衰竭了 我们让这个移思蛋白质 重新再表现 那请问这个坏掉的心脏 能不能够重新再变年轻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个rejuvenate 也就是回春的研究 来到高一 除了我维持一些血管方面的研究 我们同时也着重在血管老化 以及干细胞的部分 这些研究以外 我们当然也是要去做 培育英才的工作 所以呢 我那时候就教了植物学 植物生理学 植物基因工程 还有在一些研究所 也有开设心血管用药的课程 那在教学这一部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我们系上在有些新领域的教授加入之后呢 我们总是会开设一些新课程 所以这些课程理论上都非常吸引学生 那时候学生们都会告诉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精英改造 会不会有一些对环境的冲击等等 所以事实上我们跟学生之间 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 那就会去开始有一些冲击 那这个冲击是指知识上的冲击 是非常良性的 所以这也就是后来呢 我会觉得说果然没有错 我在高中一直很梦想要当大学老师 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在看这些刚从高中毕业而进来的 大学生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到过去的我自己 就会试着去体验 这些学生心里在想什么 然后就用我们已经过了几年之后 自己当老师的角色来回答他们 随着时间过去 我记得大概是来到高于第四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开设一个 之前也是非常热门的课程 叫生物动向性产业研究 选课的同学本来有十几位 但是开学的时候 原本上课时间是9点10分 但是我已经等到9点45了 还是没有一个同学来 所以后来呢 我只好在黑板上面写说 本学期的课程先暂缓 当然同学们后来陆陆续续 在第三周就慢慢有回来上课了 可是这个是我在当大学老师里面 觉得是最挫折的一次 那后来我仔细去思考 观察后面的几个学期 这样的状况在别的科目 别的老师的课程也一样 而且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我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到底同学为什么会翘课 那同学也很诚实的说 可能晚上就是在打一些游戏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想到 这一堂课在我当初是新鲜老师的时候 同学还是一样有打游戏啊 但是他们却还是可以爬起来 听这个课 所以我们会去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大概觉得说 有可能是同学在学习的热忱上面 并没有被勾引起来 为什么会没有兴趣 是老师的上课魅力不足吗 还是课程的安排不够精彩 甚至是同学说 我修了这个课 我未来可以干什么呢 很可能都是 学生不来上课的一个原因 特别是我想针对第一个 同学会觉得说勾引不起兴趣 因为我本身也是18岁 李公主跑去念农中 我也是勾不起兴趣 后来我在跟同学的互动 都会尽量分享我过去的求学经验 那尽量鼓励同学去找到他们未来的方向 高一当初在杜聪明博士的筹办下 可以说是全台湾第一个 以医学为主的资历的大学 到目前来讲今年即将65周年 也算是一个历史非常有久 校有非常多的一个学校 那高一本身真的非常有南部的人情味 南部人是非常热情的 生活步骤并没有那么的快 那另外一个高一本身 因为他在市区 所以校园就非常的小 但是相对的他上课就很方便 对同学来讲可能两分钟他就立刻到教室了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我们的各个科系都是在支援整个医学的研究 我们有七大学院加上一个通试中心 那这些学院不管是生命科学 甚至人文牙医药学护理健康医学等等 原则上都是绕着医学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做研究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高一很大的一个特色 高一在资源的部分大概可以分教学面跟研究面 那在教学资源的部分高一大概有七千个学生 也将近有七百位教职员 目前资深比大概是十比一 那所有的教师都已经是电子化 教学资源都一直在开发 都一直在更新 比如说过去都是单一式的老师教学学生 坐在下面聆听 那现在呢各科系也越来越多所谓的TBL 或PBL这样导引式互动式的教学 那也就我们常讲的翻转式的教室 那当然医院就在我们旁边 所以在临床教学的部分 更是很大的一个利基 再来呢研究面的这一部分 高一也成立了非常多的研究总中心 那也有核心实验室 以及贵重仪器实验室等等 高一的研究 事实上表现的水准都是非常的好 我们也设置了非常多的实验室教学 实作Tutor的制度 来让同学在学习上不只是有课本 也可以有实际面的操作 生物医学及环境生物学系 其实也就我们所谓的生物系 我们系大概目前有15位教授 大概分两大领域 那第一个是生物医学 我们大概会做临床上 医学上基础的研究 比如说一些疾病癌症等等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环境生物 就是所谓的生态学一定就是关怀我们的环境 有没有污染 我们环境的毒理 生态演化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地球暖化 这些议题 跟各位家长或同学们分享一点 就是说高一生物系 跟其他生物科技系 或生命科学系不太一样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的系真的就是横跨了医学 以及环境这两块 我们会去探讨环境的污染 环境生态的演化 地球气候的变迁 造成整个动物像 甚至包含人体的健康 这部分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系的一个强项 从PM2.5一直到人体的医学的影响 在本科系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知识了 全台湾来讲 你很少看到横跨两个领域的一个学系 同学在学习上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两个领域都要很熟 但是相对性的 你的软实力 就会比其他的人还要好 生物系大概都要教什么呢 大一的部分 我们都是着重在一些基础科目 比如说普通生物学 普通化学 那普通生物学 包含了生物的各个领域 微生物 植物 动物 人体理学等等 那环境当然有 所谓的生物多样性 演化 生态学 到了大二大三 开始就非常多的专业科目了 不然说有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胚胎 生理学 然后在环境生物的部分来讲 就有所谓的演化学 生态学 生物统计等等 甚至也有昆虫学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的系 所学习的范围会非常的广 那虽然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都是共通的学习 但是在大一下 一直到大二的时候 就开始鼓励同学进入实验室了 同学事实上在大一下 他就可以开始针对 他是对环境生态比较有兴趣 还是对于生物医学比较有兴趣 去做他的规划 所以我们到了大三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书报讨论 英文讲 seminar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读一篇外国的期刊 你如果未来要走医学领域 你就可以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期刊 那你如果对环保生态议题有兴趣 你就可以找环境生态这方面的期刊 把读熟了之后呢 必须要找一个指导教授来做指导 准备15分钟的个人上台报告 那教授们会给你评分 而且你要公开被问问题 到了大四之后呢 这个专题讨论 也是由一个指导教授来专门指导你 而且我们也分成环境生态领域 以及生物医学领域两组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专题讨论就又更专业 而且这时候必须要用全英文演说 不只是你个人压力非常大 指导教授压力也非常大 因为全系的老师整个班上的同学 都在看你的演说 每个企业组或者是之后 我们毕业的同学到了其他大学的研究所 他们都发现我们生物系的专题讨论训练非常的好 他们要上台演讲 第一个他们不会确场 第二个他们的演说技巧都备受肯定 基本上在生物系四年的训练下来之后 到越后面啦 环境生态跟生物医学这两个领域会分得越来越明确 在生物医学的部分来讲 他一定具有很基本的分子生物的一些操作的技巧 可以去执行很多医学上疾病方面的研究 同时呢 他也具备到产业界发展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系上会有一些创业课程 做抗体药物抗癌药物 所以他也可以到药厂去工作 那我们也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训练 所以他也可以到食安方面的一些检验公司去 那在环境生态的部分 除了继续升学做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外呢 他也可以具备国家公园这方面解说专家的职业 那再来呢 他也要具有环境检测的能力 在我们大学四年里面 我们都会有环境独立课程 所以呢 可以到环境工程顾问公司 再来呢 他也有一些很基础的生物背景 他们未来可以往国高中老师那一部分去发展 那事实上 我们系基本上在生物医学 以及环境生态的一些研究 蛮突出的 我们也拿到非常多的专利 我们也有开设一个专利学程 所以我们的毕业生 也有到专利公司去成为一个专利师 特别是生物科技方面专利工作 所以在整个训练来讲 可以让同学独立去操作生物医学上所遇到的问题 也可以独立操作在环境生态保育上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同学都知道该怎么去做下一步的研究 以及去做一些贡献 在目前来讲我们生物系现在一直在朝国际化迈进 我们有建立一个国际基地 这些国际基地呢 我们都会邀请很多国际学者来到这里做研究 跟我们本系的教授一起合作 同学他们也常常加入这些研究计划 所以他们可以去跟这些外国学者接触 所以你可以扩充你的人脉 在台湾来讲 大概我们这个研究基地呢 目前是最成熟的 所以当然是本系的学生 要链接国外各大学做进一步的 比如说博士的申请啊 或者是国外工作很好的一个链接平台 学生即将要毕业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去跟同学有一些座谈啦 那甚至我们也常常会做一些 戏友回娘家来做一些分享 发生说有些是业界 那有些是直接升学的 在我们系来讲 以我本身我都会鼓励同学们 如果可以的话 那先继续升学 甚至本系有提供五年预言生 也就是说你在大四的时候 你可以先预修一些硕士班的课 在进入本系硕士班的时候 你就可以抵免学分 那你可以在一年之内 你就拿到硕士 所以等同你五年啦 就把学士硕士给拿到了 那至于说有些同学 他的确在大一就已经设定好职业规划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职业卡 生计公司卡等等 我们会去跟同学做谈 了解他的需求 各个老师们就都会用自己的人脉 来帮助同学啊 在职场上的就业可以更顺利 所以说对于同学在毕业的时候 到底你们是想要继续升学呢 还是说先去业界待个几年 我们都是蛮开放的 我们系会有非常好的 诊断辅导的一个机制 在继续升学这一部分来讲 首先先讲生物医学的领域 很多继续升学的同学 可能就参与了非常多的口腔癌 肺癌等等研究 那特别我本身也有参与在一些大肠癌 以及胃癌的团队 所以我们的毕业生 是会直接到我们医院 跟医生继续合作 然后从事这方面博士研读 再来呢 我们也有老师在抗体药物的部分 做得非常杰出 那也拿到台湾签约 达到5亿计转金的一个记录 他们的研究也是一直着用在 抗体药物的开发 未来可以走专利 那另外呢 高医生物系在动物疾病 模拟这一块来讲 在台湾算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可以利用开刀的模式 来让老鼠造成 某一些疾病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血管酸塞 造成高血压 或模拟有血酸 那之后做一些研究 来测试各种药物 来看能不能修复 这样的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在老鼠模式这一边 跟东华大学 也跟美国的哈佛都有合作 很多毕业生 他们有时候也会到 国家动物中心去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还有神经血相关疾病的部分 可能是神经推化所造成的 肌肉萎缩 甚至是巴金森湿症 也就是单侧运动不协调 或是阿兹海默症 全面性的脑退化 我们在这一部分的研究师之 也非常的强 甚至我们也都证明了 也都发表了 多喝一些咖啡 事实上对于神经推化 都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效果 这些主题啊 我们都继续在跟 很多临床医师在合作 那接下来在血管 以及干细胞的部分呢 那我本身也是干细胞 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基本上 我们也是在找寻一些 血管的干细胞 希望能够降低心血管的疾病 那也跟美国家中那一边的合作 非常的密切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两个很大的题目 一个就是立腺体移植 希望说利用移植来拯救一些老化的细胞 还有一个主题啊 我们是在做冷冻复活 在环境生态的部分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 两栖类的动物 例如说青蛙或蜥蜴 在低温下 他们身体是会结冰的 但是在慢慢回温的时候 他们又会复活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啊 也是在跟各大学合作 研究 大学是一个保护傘 有老师的保护 同学是容许出错的 但是一旦同学毕业后 这个保护傘就没有了啊 不管是在产业界或研究上 出现了挫折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还是会鼓励同学 在大学 你所交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你以后 非常好的朋友 有时候遇到挫折 多多回来找这些同学 甚至呢 有时候回来找老师 老师们一定会分享 自己的经验给你们 像以前呢 我个人曾经有一次 明明一个实验 我已经做了可能上百次 我非常的熟 但是呢 就在某一次 突然之间就不对了 我在一直做 也只是浪费我们的化学药品而已 后来呢 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干脆你自己不要动手 拜托你的好朋友 实验室的学长姐 学弟妹 他们去帮你做一次 那如果他们做出来 这样问题的范围就缩小了 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解决问题了 当你自己先努力几回 发现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切记 老师以及你的同学 以及你当初所建立的人脉等等 都是你很好的资源 那如果在产业界犯错的话呢 我觉得诚实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唯有诚实 你可以立即让主管有时间反应 有时间处理 而不是一直掩盖到无法收拾 那我想这时候该被收拾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 你必须要走人了 甚至会负上一些责任 所以我很建议同学 一旦遇到困难 不要怕 就是要面对他 可以厚脸皮去求人家 这都没问题 重点一定要诚实 要勇敢 同学们大概也听到 我的求学过程 也算是蛮转折的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比同学们 遇到的困难的呢 多的是 我想大概也没有什么难题 可以难得到各位 对于中西毕业的同学 未来在台湾社会来讲 有四个字给同学 那叫莫忘初衷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走哪个领域 做哪一部分的行业 第一个 一定要回馈社会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社会 同心合力 我想很难成就个人 我们在专业的训练之外呢 我们在人文的部分 非常期待同学要莫忘初衷 既然来到这个社会 出生在台湾 请你好好的爱这块土地 好好的贡献这块土地 那关于说各位高中同学 你适不适合来读生物医学 环境生活学系 第一个可能是你生物成绩非常的好 不过这里我们还是会问一个问题 成绩这么好 是你有兴趣让他好 还是因为家长的期待 老师的期待 所以你成绩才好呢 所以我想很适合来我们 系上的同学呢 你自己具有冒险泛滥的精神 你对很多事情 你很想要去问个清楚 毕竟我们的系 并不是职业训练所 它跟有些有症照的科系 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生物系 你一直就是会保持很好奇 很想要变成科学家 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具有这样冒险泛滥的特质啊 都很适合来生物系 大概分享一下 我们本身是用评审委员的角度 来看这些资料 我们大概会看什么 首先 当然一定是会看你的成绩啦 特别是综合性的成绩 同学不要以为说 来生物系 我们只会看生物成绩 其实不会 我们有时候会看化学 英文 你如果期待委员能够立即看到成绩 你可以在书审资料上面 用简单的荧光笔 也不要涂得太亮 你只要稍微点一下 让我们立刻看到就好了 第二个 我们会去看 你有没有一些比赛的奖状 比如说 Olympia这种国际竞赛 或者是全国性的各县市 甚至学校的竞赛 我们都会看一下 我们还会再看 有没有一些科学作品 不一定要参赛 可以是你做一些 书报讨论的心得分享 也可以是说科学作品 你实际是怎么去设计的 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至于说 你曾经当过什么干部 或参加什么社团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会列入太大的比重 同学可以想像 我们一个教授 可能平均要看50份的资料 我们常常在训练同学要体贴观众 所以这时候同学你们的书审资料 如果也是很体贴我们教授的话 我们印象会很深刻 书审我想是第一阶段啦 第二阶段 就会面临到面试的问题 坊间现在出现一些类似补习班 来教你怎么面试 我个人建议 同学一定可以先跟高中的老师 好好请教该怎么面试 原则上八九不离十 第一个 我们一定会有工作人员 导引各位同学 当轮到同学 您准备要进来面试的时候 记得要先敲门 通常我们会说请进 那有时候有些老师会刻意不说 然后来看同学的反应 这个并不会太大的影响分数 所以同学也不用真的很紧张 到是进了门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走到你的座位 那这时候其实我个人觉得 蛮多教授可能会看啦 教授可能会直接就说请坐 那当然你就会说谢谢 那你当然就会椅子拉开就坐了嘛 但是呢有时候教授就不会讲请坐 你该怎么办 有些同学他们就会先站着 跟委员说各位委员好 那请问我可以就坐吗 这时候委员就会觉得说 这位同学是有准备的 那这时候呢前面一定是让你自我介绍 介绍自己的求学历程 以及你对哪方面有兴趣 那你有什么荣誉的骄傲的作品等等 我们委员非常喜欢在第二部分 针对你自己说的话去做延伸的答问 如果你是一位真正要准备这种面试的同学 你们有时候可以去准备一些陷阱 也就是说你们在前面自我介绍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设计几个所谓的陷阱 让教授们来问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也早就准备好怎么回答了 那再来呢其实在答辩的时候也请记得 尽量不要去切教授的话 让教授把话讲完 那教授讲完之后 你可能是要点一下头 一秒后再回答 这整个答辩完之后 最后呢也请记得面试绝对不要是单方面的 好像都是教授在问你 让自己争取机会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不然说对这个学系的未来学习 会让教授觉得说 你这个同学的互动很好哦 不是只有我们问你 你也会来问我们 所以这时候我相信 你的面试成绩理论上会非常高啦 关于ILH这个平台 我会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讨论 台湾目前在高等教育这一块来讲 高中同学们 你们的自主性我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的大 反倒是父母的主导性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ILH的平台 不只同学看 我相信你可以邀请你的爸爸妈妈 亲戚朋友们 那甚至我也很鼓励 高中端都一起来看 透过教授大学部的学生研究生 这样的一个分享 即使你人没办法直接跟我们接触 我们在这个平台所讲的话 事实上都是蛮真心的话 有些系所的网页 制作不是那么完整的话 你可能所得到的资讯是非常片段的 但是透过ILH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点选任何科系 我想你 家人 朋友 亲戚 长辈们 都可以有更完整的了解 也就才不会去说 台湾就是第一美兵 第二做医生 跟老师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可以选到 这个真的是你很喜欢的 而不会出现到 有些科系小孩子不喜欢 但因为家长的强迫 结果最后是悲剧收场 所以我想ILH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对于即将要进入生物系 或者是说目前已经在 就读生物系的同学 我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人生就这样短短的一会儿 同学现在18岁到22岁 是你最精华的时间 仔细选择你所喜欢的科系 我相信你在生物系 学到的 不会是只有生物方面的 专业知识而已 其实更多的是 你如何解决问题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用工具 你要怎么找寻工具 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你的口语表达的能力 你的人际关系 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我会很鼓励同学 认真的把这个科系好好学习 既然同学踏进来了 真的勇敢的去闯一魂 那我相信在未来 不管转换到任何跑道 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训练 过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快乐 很鼓励各位同学 也鼓励各位家长 放心让你的孩子 努力的飞